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展开了他的日韩访问 在今天他是到了韩国 那么这是他就任以后的第一次出访 那么紧接着在星期五 马蒂斯就要转往第二站日本了 到底日本政府要如何来迎接美国川普政府的第一位高官到访呢 那么对于马蒂斯的访问 日本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介绍有关消息 小玉你好 小玉我们知道这个马蒂斯上任才13天 那么马上就进行了出访行动 那么日本就在名单当中 到底在日程上他现在预定要与日本政府的哪些官员来进行会晤 预料他们可能谈论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日本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是的 玉文 马蒂斯国防部长预定明天3号下午抵达日本 而4号就将离开 也就是说他逗留只有一个整天的时间了 而日本方面期待 3号下午马蒂斯抵达日本之后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据说安排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看来不仅仅是外交礼节性的估计要协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那么4号将与日本防卫相稻田彭美举行会谈 还有报道说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以及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都希望与马蒂斯分别举行会谈 这也看得出日本政府高度重视这次马蒂斯的来访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会谈当中要商讨哪些问题 日本媒体认为可能集中在两点 一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另外是针对中国的海洋扩张以及朝鲜核问题 今天2号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 针对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访问就提到 日本政府利用每一个机会向美国政府确认 有关坚格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是否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的问题 而这次也不例外 另外在4号与道田彭美举行的两位防长的会谈当中 还要协商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 另外还要谈到加强导弹防御系统 针对朝鲜的核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在此前传出川普总统希望日本增加 对驻日美军的驻流费用问题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次马蒂斯访问日本的目的 是向日本政府传递美国新政权希望与日本继续合作的这样一种意向 预计在这次的访问期间不会提到要求日本做出更多承担负担这样的问题 另外还有媒体认为 马蒂斯在川普新政权当中作为左右美国战略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为此他的这次访问对今后的日美关系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在有实战经验丰富的马蒂斯来说 对日本如果是挚友的话那是绝好的好友 那么如果成为对手的话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那么到底是好友还是棘手的对手呢 这次的访问将是一个实经验语言 小玉很多分析也认为 马蒂斯这次的访问其实主要就是要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还有美国总统川普 在这个月10号就要举行的首脑会来进行一个铺垫 那么到底这场美日领导人的峰会 有可能协商哪些问题 对于美日两国的关系 他可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的 是的 是这样的 马蒂斯这次访问日本呢 日本这个几位官员都想与他直接个别展开这个会谈呢 也有这方面的意思 那么应该这样说吧 如果在两个月前 去年11月安倍首相在纽约 与当时刚刚当选总统的川普举行了非正式的会晤呢 是一次礼节性的 目的是为了构筑个人友好关系的话 而这次这个月的10号举行的正式会谈呢 将是一个具有具体课题的这样一个会谈 因为川普在此前就谴责日本操控汇率 在这之前还指责日本企业 对美国企业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这都要让日本政府呢 不得不做出一些具体的举措 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 日本政府安倍首相打算在与川普的会谈当中 提出具体与美国展开经济合作的一些项目 比如扩大对美国的投资 以及在人工智能方面展开合作等 而为了落实这些项目呢 将与美国新建一个部长级的框架来落实这些项目 这些项目呢预计将给美国带来数十万就业机会的一个经济合作 针对这一点呢 这个在10号的华盛顿的会谈当中 两位首脑将谈到这些问题 另外据报道 在第二天11号将到佛罗里达州川普的别墅继续举行会谈 而且两位首脑据说还要打高尔夫球 来一场高尔夫外交 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 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谢谢小玉